點數玩家新手最大的問題 他們就是太製作 DNA點到B點 絕對不行 世界是暢行無阻的 你要去哪裡都可以 真的 因為我們去旅館 大概等數先套吧 做商務商務 如果你沒有這個點數 基本上是做不太出來的 點數是真的很容易讓人家上癮 大家好 歡迎來到茶米魚餅 我是阿炳 今天請到一位 也是在德州奧斯汀 算是小有名氣的旅遊點數達人 彭博士 高克彭 大家好 我叫Tren 在德州已經將近20年了 我現在的正職是Chiropractor 當然我也有點不務正業 沒事的時候喜歡繼續玩 我們現在玩了蠻久的 算是資深玩家 你有沒有算過 你總共用了多少點數 如果以點數來算 大概大概上百萬左右 因為有人一直問我有關點數旅遊的問題 去年正好又拿到了公衛的博士 所以我就順理成章地 成立了一個演出團 叫做PhD in Travel 信用卡旅遊博士 那你有去哪裡你覺得最印象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其實是跟籃球的 因為我是多文多來的 不過我是多文多暴龍的粉絲 加拿大的各種運動來講 其實都蠻纏的 所以我在心裡想說 如果哪一天 多文多贏冠軍的話 就會回多文多 結果就發生了 對 沒多久 2019年 豹龍隊真的贏冠軍了 那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一下 有沒有可能去參加他們的捕捕 如果你沒有這個點數 基本上是做不太出來的 因為我們去旅館 大概也都是生套房 做商務昌宇 所以那一兩個旅程 一定就花掉你兩三萬元 你那個時候大家都想去嘛 臨時去做文多啊 你臨時 我是前幾天才在那邊找 結果 好可怕 好貴 如果今天沒用點數 也許我就會放棄了 但是點數我就給我找到了 就 Air Canada 從 Austin 直接飛到多文多 那你那樣子點數大概 跟一千多塊比起來 是花多少 差不多一兩萬里吧 對 那樣就省了很多了 接下來就要想說 我跳的沒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大家都要去多文多啦 那是上百萬人的 結果呢 我用點數找 竟然就找到房子 而且是在他們的 array 對面是一間萬毫里的 Marriott 我找到了 一碗三萬五千點 我就因為有免房券就搞定了 基本上也沒有花錢 我想跟大家講的一點就是 真的不只是省錢 當然你 你能躺著飛回去台灣 那也是很舒服 嗯 但是有時候 它有一些意外的驚喜 經由那次經驗後 我就了解說 點數是真的很容易讓人家上癮 在玩點數 應該大家都知道 要從信用卡開始嗎 假如我是完全菜鳥 你有什麼建議 要怎麼開始研究信用卡 信用卡 其實我們主要玩在旅遊方面的是 比較多元 比較有多夥伴 我們叫靈活點數卡 我在我的部落格 我就叫他們四大天王 這個四個公司是做得最完善的 夥伴最多 那四個就是美國運通 American Express Chase 大通銀行 City 就是花旗 他們的Thank you point 還有最後一個是 後期之秀 叫Capital One 第一資本銀行 這四個銀行的好處就是 他們都有很多的 合作夥伴 這四個公司 他們都有自己的點數系統 可以轉到 任何一個合作夥伴的 里程 或者是旅館點數 一定要從這個四大天王 開始做 當然你也要很了解 這些 每個信用卡的規則 比如說 美國運通 它的規則就是 這個開卡 你一生只能拿一次 然後呢 Chase的規則是叫 524 就是說你24個月內 兩年內 你頂多只能開五張卡 而且不只是他們Chase 如果別的公司他也會開 所以你這個要注意 所以很多 你可以看到網路上很多點數玩家 他們通常都會建議說 從Chase開始 因為他們只是想說 你趕快把Chase卡辦一辦 然後到時候 就算你超過524 第六張第七張你沒有Chase 就開始去辦別的 哦 原來是這樣 你大概現在身上有多少個信用卡 天啊 還是很多嘛 十幾張吧 十幾張 我很好奇喔 就是 因為你辦這些厲害的卡 很多都有 其實不便宜的年費 通常會建議說 這卡我已經拿完了 我是不是就把它關掉 要怎麼做判斷 對 要怎麼做判斷 第一個就是你要判斷說 你他的給你的福利 你到底會不會用到 如果有用到會回本 那就值得留 像我現在一直留著一張卡 所以我覺得很 新一代的神卡 是CAPITAL ONE VENTUREX 他的好處是什麼 他的年費是395 然後他還說 你會有300塊的那個TRAWAL CREDIT 但是還不只是這樣 你每一次續卡 他就會給你1萬點 1萬點的CAPITAL ONE點數 所以說 就算你拿 他說1比1 我拿離卡好了 那還是100塊 就等於免費了 你還到賺5塊錢 是 所以說這種卡就是值得留 OK 其他卡 如果只是貪圖他的開卡 我們通常都建議說 你不能提早關卡 你想要關卡可以 你必須要等到他年費 Pol到你的Statement以後 你再跟他CAN掉 你就打電話去跟說我要CANCLE 問他有沒有TENTION OFFER 所以公司會說我要留你這個恩客 所以他們會請你留卡 你花3千塊我們給你3萬點 對 要不要 你要的話就繼續留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就算你想要CAN你也不妨問問看 沒錯 我們點數玩家幾乎都是這樣 你年費到了以後你就打電話去問一下 或者甚至CHAT也可以 就是說有沒有Retention Offer 很多網友問我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哪一張卡信用卡好用 我就會很直接了當跟他講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家庭點數旅遊的話 一張卡就真的不夠 OK 我們在這邊的主力就是開卡旅 我們很幸運地住在美國 美國是給的最優渥的地方 如果以家庭旅行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把另外一半點抓進來 OK 對 這是一定 怎麼開始計畫一個行程 通常你的機票呢 飯店呢 就是一段一段來 所以一般人現金就是說 我要去A點到B點然後來回 可是點數不是這樣 通常查都是單程開始查 比如說我想要去歐洲 你就不能很死的說我一定要去法國 不是這樣子查 而是你的目標想法是大目標 先想說我要怎麼樣跨這個大西亞 歐洲內陸的航線都非常的便宜 你甚至可以坐火車 所以你的目標只是先到再說 對 你可以到英國 你可以到法國 所以你都找 點數玩家新手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就是太自主 D要A點到B點 絕對不行 尤其是我們住在奧斯丁的人 我們也不是什麼hub 選擇非常少 所以不能太要求 找到票的原則是 你要順著點數來 看他給你什麼你就拿 所以通常是機票先 然後再飯店 沒錯 先最大的航線開始找 從這裡到台灣其實沒有很難 這邊奧斯丁最近開車是Houston 然後在長龍飛桃園 基本上你假如這樣弄的話 你選擇沒有很多啊 我覺得台灣人的點數玩家 很執著於長龍這件事情 欸 對對對 是 非常執著 因為沒辦法 可是最後就是這樣 你沒有執著要台灣人 我可以跟你講為什麼 空姐 是不是要剪掉 如果你要長龍的話 那你覺得是要一年前 就要開始找 商務艙的話 來回是要9萬元 這次是很划算 我從來沒有搭過長龍 真的假的 我會台灣都是不同的東西 像這次是我做滑航 我從舊金山飛回去 從外站起飛的話 你的選項就會很多 假如先找好了一段 比如說LA桃園好了 那我找好的時候 通常你會是馬上去 直接就訂了這一段呢 還是說你會下一段 再看怎麼去LA 然後都找好之後 再全部訂嗎 不會 我就直接訂了 你可以直接訂了 對 因為Domestic很簡單 大不了花錢 但是如果你的目標 比如說你是要商務艙 這是一點小犧牲 Domestic從Houston 飛到外站 可能我是覺得沒差 那個四大天王 轉到Airline的網站的點數了 就會卡在那邊嗎 對 這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有些人會搞錯 以為說這是2way street 這不是 你一旦從Teswar Mechanic Express 轉到全日空 你就轉不回去了 回不去了 對 它會有那個使用效期 在點數界他們都會講說 不要想說我可能會用到 現在有加成我趕快轉過去 因為轉不回去的 所以你必須要有計畫 然後再轉點過去才是正確 我接下來暑假的行程 是我要做滑航 這裡也沒有任何一張信用卡 會給你滑航的點數 而是滑航的點數呢 你是要用聯盟的概念 滑航的它是屬於天和聯盟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要玩點數的話 必須要了解所謂的聯盟的概念 就是說現在全世界的航空有三大聯盟 這三大聯盟 你大概都有十幾二十家夥伴 在一個聯盟內 意思就是說 你用那個聯盟內的A航空公司的里程 可以去訂B航空的班機 原來我們剛剛就講到靈活點 如果你在加了這個聯盟的概念的話 就是世界是暢行無阻的 你要去哪裡都可以 真的 假如今天有一個完全新手 開始說有啟發了 我要來開始研究了 當第一個我加入彭博士的臉書社團 然後可以follow along 可以到我的網頁去看 你真的要了解 我的部落格上面有寫說 第一個課程是說點數的價值 一點一分那是禮品卡 那是cashback 不划算 點數換航空是最划算 因為你說算商務償好 通常都會到四五點 也會省超級多錢的 對就非常划算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了解 航空聯盟 要不然你像剛剛那華航就換不出來 然後第三個就是要了解 靈活點數的系統 就是所謂的四大天王 今天非常謝謝彭博士給我們訪問 學到很多信用卡的世界 真的是可以聊一整天 謝謝大家 以上就是我們影片 喜歡的話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星宇航空據說有可能會有德州線 沒錯 達拉斯 這個消息已經很令人振奮 更令人振奮的是 最近我們這邊的阿拉斯加航空 所宣布要跟星宇航空合作 意思就是說 將來有可能可以用點數 跟星宇航空對 Kyiv 其實非常安全 適合的 所以我們陣燈 要去詐欺你 都要去